不管怎麼問就是不回答 前國安會秘書長邱毅仁態度超低調 跑給媒體追 因為他的這些話引發關注 日前參加美國大學視訊座談 針對台獨議題 邱毅仁這番話也被解讀 台獨根本不可能 國民黨立委話說得很酸 但邱毅仁這樣說 看在民進黨立委眼中 可是對台的最佳狀態 議席話點出關鍵 因為這對日益緊張的兩岸關係 確實有踩刹車作用 但中國對台劍拔弩張 台灣人似乎早已做好心理準備 根據最新民調 若中國武統台灣 79.8%的民眾願為台而戰 只有12.7%的人不願意 而願意站上第一線的 二十到二十九歲佔了百分之八十九 三十到三十九歲也高達百分之八十六點四 儘管護台民意創新高 但台海情勢不斷升溫 邱毅仁的台獨論述 似乎也是想讓整個局勢降溫 不要走到開火那一步 三十九歲 三十九歲 判決話 佐凱爾新北